眼觀四面 耳聽八方 準時發車 將乘客安全送達各個站點 這就是公車司機的工作日常 但其實現在公車駕駛員 也出現了缺工潮 就有客運業者寄出 每月加薪四千元要留住人才 台中公車駕駛人力吃緊 導致公車班次大減 台中市交通局從11月起 調整公車運價 希望帶動業者加薪 包括台中客運 統園客運 中台灣客運 都宣布台中公車駕駛員 月薪調漲四千元 風圓客運也已經著手擬定 加薪計劃 台中客運還寄出新人獎金 新進司機入職後 可領取共六萬元獎金 介紹人也可領取兩萬元獎金 中午五個月之後 新人薪水不算 額外會多六萬 客運業者也透露 因為遊覽車和貨車司機 行資較高 吸引不少司機轉職同入 造成人力缺口 我們現階段所需要的 就是說要儘快調這個薪資 把這個薪資的待遇拉近 甚至要比它更多 最有公車司機透露 像是遊覽車或物流司機 行資行情最高有六到十萬元 吸引不少司機轉職 現在客運公司也技術加薪 希望能夠留住人才 招募新鮮 3D新聞超強順利